子華是否見到有許冠文三個字 立即一口答應要拍你一部劇 很講真的 香港有幾個朋友 或者我們的偶像 我都會想希望在我人生裏面有機會拍一次 這次真是中了 Michael是其中一個名單裏面 希望可以有機會合作 不止一次 希望這次是第二 這次也是第二次的 但真的演戲是第一次 是我的 多過我的夢想 Michael知不知道子華視你為偶像 這個我要澄清 他不是我偶像 他是幾代人的偶像 你在幾代裏面出生你就有份 大家搞清楚 幾十年前 當我讀起 讀到山窮水盡 那些人說 有一個人讀起很厲害的 你找他 讀書很厲害的 我叫他什麼名字 我自己打電話給他 真的很難形容給你聽 好像有外星人 我來到了 你出來 就是這樣 那我就找他 讀了一條計劃 拍了神書之後 就找他客串 我說不知道 他也想做明星 後來 你看看 這麼明顯 你一看我的樣子 那種虛榮心 真的大到 朱康感覺到嗎 我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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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覺得 你沒有什麼傾向 然後 你又沒有什麼打扮 是奇貌不揚一點 我也知道 後來發現 原來已經幾多這麼厲害 我希望 有一天 希望可以跟你合作 就很久 想不到要等這麼多年 這次如何促成這次合作 原創的 我們的殯儀 裡面的儀式 對生死的看法 原來全世界都沒有 很漂亮 要小心拍到 大家都知道 看完《破地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看《破地獄》 每次看完 都忍不住想拍手掌 但是雖然那個是喪禮 你都會想拍 是很瘋狂的 香港的喪禮 是很精彩的 但是真的去到殯儀館那裡拍的 會不會都很害怕呢 我們是 這次很幸運 因為其實殯儀館 和義莊 一般都不 從來都不讓人拍戲的 我們這次都可以 拿到去拍戲 我們是很夠運的 即是第一次開放 義莊和殯儀館 是啊 是啊 請說要負責做些什麼呢 我就是殯儀館 你看我這個樣子 就是那些 叫做 策劃師 即是有什麼呢 我都幫到你的 那Michael就是裡面的大師 就是那個 破地獄界的大師 這個就是他的公子 朱康 沒錯 他可以 用很短時間 轉很多個圈 我啊 我都沒有數 因為轉到都頭暈 所以我都數不到 我昨天看著他轉 真的很驚人 其實是真的 很害怕的 拿著火 又有周身火 沒錯 沒錯 是啊 我是基督徒 不過OK的 整件事都是 對於我來說是上帝安排 還有在這件事上面 我也經歷了很多 上帝的恩典 所以是 我覺得OK的 OK的 是不是要唱 我要唱 有一場戲 要唱一些 就是 超導的東西 是啊 駕車又聽 但是回家是不敢聽的 因為 我們練很多破地獄的東西 或者這些難磨的東西 練完之後 那些師傅都會跟我們說 晚上不要練 記住 晚上不要練 是啊 這樣 拍攝現場 大家會不會有很多笑彈 產生了嗎 有Michael和阿芷華上 兩位 有沒有笑話 好笑的場面 不過這套戲的好笑 跟以前我們那些戲很大分別 因為它很莊嚴 很有意義地說人生 在人生裡面帶出那些笑 又笑又哭又笑又哭 是一個新的經驗 希望 我就不想說那麼多了 希望將來大家看的時候 原來我們香港可以有一個 在殯儀裡面講人生 又這麼有意思 又這麼有陰脈感 我想這個香港人是很對的 因為現在喜劇都很多 但香港人似乎是聰明了很多 他們說很厲害的要求 他們覺得就算你搞笑 不要只是搞笑 如果你說一些東西 是有些思維的 是有些啟示的 令我們覺得明天更好 實際上在現實生活太慘了 就算很慘 你都說到不知為什麼 人生是這樣很有意思的 這套片都說了 我就不想說那麼多 將來看得到 是不是做多一些比較黑色 你聽到明家之後 看到梓華和麗 今次合作之後 問今次會不會有黎明客村 因為你們在想一些神算 什麼客村 有沒有黎明客村 你們三十多年前那套 那套戲 本來是 我找梓華就當竅竅王 我不知道他做明星 那時候我就想著 主角應該是帥仔 非常帥仔 而且還要唱主題曲 那我心目中就想著是黎明 那時候 我沒有留意到 那時候他沒有什麼打扮 其實梓華也挺帥仔的 還有 唱歌就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我和黎明有很大距離 我的精神 OK 這是很客觀的 你當年的選角是沒有錯 應該選擇黎明 你當年都說 雙主角傷害了你這個主角 現在過了那麼多年 好嗎 什麼 當年在棟都笑裡說 雙主角傷害了你這個主角 這個雙好嗎 對不起 我做棟都笑太多 我完全不記得我講過這件事 是什麼 我真的答不到你 那你應該很驕傲 因為那時候我找你 是親自打給你 求你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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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嗎 Michael 你打給我這件事 我講了幾十年 人都知道我不停的驕傲 那時候那些男兒可能不是靠樣子 是靠老 然後我去年更驕傲 就是頒了一個終身成就獎給你 誰知道原來今年更驕傲 就可以和你合作 你明白嗎 是很驕傲 我對子華的驕傲 大家都明白 那個終身成就獎 是我提出希望舉辦給我的 所以我真的很驕傲 是他提出叫我送給他 是我對另一個驕傲的尊敬 那這次誰提出要你們兩個一起合作 那當然是導演 導演 我們感謝導演 其實這次無論創作的劇本 和導演都是同一個人 就是我們導演 岩哥 真的一個很難得的劇本 我想我和Michael都是 大家都會知道 都是對劇本的要求 都是希望是 達到我們才會去做那件事 那這一次都吸引到我們 拍攝的時候除了《破地獄》之外 還有什麼很難忘的場後 其實整個 其實整個戲是非常豐富的 我們不只是說《破地獄》 只要用《破地獄》這個名字 整個戲是 剛剛Michael說 就是講人生的 我覺得 你會進來看這套戲 會有一千種的滋味在後面 他有很多的滋味 不是笑或者哭 可以講得完 梓惠有沒有信心 再破自己的紀錄 不 首先我破了紀錄 就是可以和Michael一起拍套戲 那已經是破了紀錄 對我來說 靠大家 大家是努力 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很努力 是 我在大師旁邊 我們不要說另一套戲 對於這套戲的合作 有什麼期望呢 和大師一起 我不用期望 我們已經在拍攝 每天都如沐春風 真是很開心 我不知 我們整個 不只是Michael 我們整個團隊 大家都很開心 很開心 可以聽到你們 真是我的 理情碑 是 是不是 真是理情碑 你說得很好 這個節 跟Michael合作 不是就是開心 只是理情碑 沒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